它左边就是一个直的撇 右边是一个没有带钩的直滑 那我建议大家这里还是要有个背极线 背极线的意思就是头到肚子这个中间中段 它是弯进来的 弯进来就是你在这边做提贴的时候 轻轻地把它往中间拉 那你手微微提高 它就会有个斜度 那至于说两个笔画左右两个直的宽度 你就参考一下九公饭帖 它约列是在红线的里面 好 先直 好 粗 约列在红线上 好 接下来这个横画呢 左右稍微有一点宽度 约列在一半 好 手提高 好 这个点 好 这个呢 不要太粗 约列在红线 好 这个呢 不要太粗 约列在红线 好 这个呢 不要太粗 约列在红线 好 这个呢 右边的这个斜画呢 比它要稍微长 高一点点 好 横画差不多是等高 好 接下来是一个事长的事的感觉 即使你手放松 它就不会抖 你抓得越紧 它越抖 贴 纸画也是一样 不要抓太紧 它就不会抖 好 这个图特别注意 不要写太大 所以你把第一个笔画不要写太长 你不要 笔不要握太紧 就没有问题 笔握太紧 它会抖抖的 因为里面横画很多 所以同学在写的时候 笔画不要写太粗 笔起来